FBI卧底清晨工特尼告知FBI黑帮的计谋 却让FBI扑了个空 这下让FBI知道特尼在耍他了 而特尼跟阿曼亲亲我我意识到不对 回家却发现老公居然从老家来了 咋搞咋搞 家里看似一片和睦和暗流 已然涌动 安抚了孩子特尼和老公谈话 来美国的钱怎么来的 老公说是让老板预知了工资而非赌博 希望特尼能够相信自己一次 可此时特尼的电话响了 阿曼那头正在解决叛徒 地上又是一滩血迹 熟练的开始给阿曼打扫血迹 让这一切都像没发生过 阿曼说着 这个人差点告知哈亚克自己长枪的事情 还有啊 卢卡的肝脏费用阿曼能够支付 特尼说着谢谢 自己张贴宣传 有个女教友愿意捐赠肝脏给卢卡 还有自己的老公来了 现在这些事情都得跟老公商量 阿曼的情绪有点变化 转身走开 特尼回家 小姨子也有些好奇 老公回来了 特尼却没有任何开心 难道真的是和老板阿曼有一腿 特尼说着没有 阿曼只是在照顾卢卡 而我和阿曼是清白的呀 小姨子说着 那你自己想清楚吧 可是另一头的FBI加勒特 他是想清楚了 他调取了交通路向 查出了阿曼可能卸货的农场 只有五个地方 不过需要搜查令才行 上司说着 这次不能唐突去了 加勒特吃了憋 有人吃憋 那就有人春风得意 阿曼找到女友 开了瓶25年的威士忌 他要采取行动 对付哈亚克了 女友一下子愣住了 阿曼不做哈亚克舔狗了吗 阿曼说着呀 FBI之前逮捕行动 自己转移了哈亚克所有的枪 自己还找到了买家 想要一口气 600万美金买下呢 就是要在哈亚克 不知情的情况下 卖了他的军火 然后远走高飞 找个无人岛洗白过生活 回头看看特尼 捐赠者是找到了 人家可能需要两万美金的 这也不是问题 但现在的问题啊 是没有医院 能给卢卡做肝脏移植手术 小姨子提出 可以去墨西哥呀 特尼说着 那边是便宜很多 但是他们都是非法如尽 去了墨西哥再回来 那就难了 老公说着 那就一起回马尼拉呀 特尼还是觉得 要不在这做手术吧 虽然要三十万 小姨子失去的离开了 特尼坦白的事情 几个月前啊 自己开始给犯罪分子阿曼 做清洁 这几周啊 他都才帮助卢卡 现在他愿意给三十万 帮助卢卡 老公脸一下绿了 犯罪分子 为你花三十万救孩子 难道真的那么单纯吧 头也不回的 就离开了 阿曼单不单纯 咱们不知道 加勒特啊 是真的单纯 上司不批搜查令 那就自己去溜达呗 找到个疑似的自己偷偷调查 翻墙举枪 是真的头地 找到了马舅里的枪支 拍个照 还听到阿曼准备五点钟 跟买家进行交易 听完这句话呀 加勒特就先溜了 回FBI啊 就嚣张的在上司的办公室 敲垮子了 可惜了 这些照片呀 都是非法渠道来的呀 上司只能想办法 在五点前搞定搜查令 而加勒特想到了 可以借特尼传递信息呀 说干就干 特尼还没有收到加勒特的消息 自己先来找阿曼 希望阿曼提供钱救卢卡 阿曼表示没问题 自己也就干完这一票 准备走了 特尼感谢着 和后面的老公闯了进来 你就是特尼老板吧 你给我离他远点 特尼劝着老公快走 阿曼也说 你该听听话了 特尼老公是走了 但阿曼的女友看着来 追着问阿曼 咋回事 人家老公早上没了 你跟我说 和清洁工没事 赚了钱 醒酒人家的孩子 这样就能洗白你的心灵了 哼 省省吧 你不是那样的人呐 再回头 看看加勒特 午夜上的特尼 告知特尼 他们查到了阿曼准备交易军火 如果阿曼离开俱乐部 一定要给他发个消息 特尼收到了讯息 告知了阿曼 交易呀 看来是得取消了 那特尼的钱也出不来了呀 自己的计划也要延后了 这可咋整 是啊 这可咋整啊 特尼也慌了呀 要不还是去墨西哥吧 但老公居然不在家 打电话也不接 事情有些不妙了 特尼找了找自己的存款 不见了 给卢卡捐献者的两万块钱 也不见了 另一头 特尼老公正在尝试 赌博赚回本钱 Andy 我说我 这是美剧清洁工第七集 FBI反将一军 让阿曼交易暂时失败 但特尼孩子 换肝的事情也没了着落 这坑爹老公还拿钱去赌 特尼还能逢兄话急吗 点赞过两个 我们持续更新美剧 清洁工第八集 886